来来来,大家看一下哈 大家在开车出库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 左右都有车辆挺好的 而且前面还有车遮挡了我们的视线 我们坐在车内哈 咱们的视线送死 开车出库的时候 总是掌握不好打文实际 要么咱们的车身刮症 要么车头车技不够 那么今天啊 车课教给大家四个技巧 新手只要学会了 在咱们这种狭窄的车位 也能一把轻松突破 第一点 我们要知道我们车辆 转弯时的第一个极限距离 那么就是70 当我们的车身和旁边车辆 大于70厘米的时候 我们把车子往前开 只要我们的后视镜 过了咱们旁边车辆的车头 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 我们的车身就不会刮成到 咱们旁边的车辆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开 第二点 那么就是车头前有障碍物时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车头极限打轮的距离是哪里 咱们车头的极限距离呢 是把我们的车子往前盖 顶住咱们的引擎盖或者是车窗玻璃脚 如果是引擎盖 那么就是引擎盖盖住前方车轮底部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往左打死方向盖 此时车头不会刮成 如果是咱们的这个 能看到咱们车窗玻璃脚的话 我们就是把车子往前开 当我们的车窗玻璃脚和前方车轮底部重合了之后 那么我们往左拔死方向盖 此时啊 我们的车头是不会刮成到前方 车辆的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开 我们开车出库 在知道这两种极限情况以后 那么它还会出现第三种情况 也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说的 我们要开车出库 要往窄的一方转 而且前面的车机也不够 而且咱们窄的这一方车机也不够的情况 我们应该情况开呢 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还要往窄的这一方打方向盖 首先我们上车要做的第一步就是 加大车机 我们往左 那么就加大左侧的车机 我们把车子往右打死方向盘往前开 能开多大算多大 然后把方向盘回这再往前 接着哈 建议大家往右打死退一步 要注意看有没有刮成到后面的车 或者是平平的往后倒 这样哈 我们的车身就加大了 只要满足前面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种 那么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 我们也是一把 轻松出购我们的车是不会刮蹭到的 那是针对我们左右的车距能加大的情况 还有的朋友会意到的是左右的车距加大不了 只有前面还有这么一点间隙 那么意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哈 也就是我要接下来跟大家说的第四种情况 那么意到咱们左右车距不能加大 只有前后才能移动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怎么开呢 正常情况哈我们把车子往前开 尽量哈我们的坐姿看出去和旁边车辆车头 对齐以后我们再开始打死方向盘 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 但是此时哈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的后视镜中能看到 我们的车身是刮蹭不到旁边的车辆了 但是我们的车头会刮蹭到前方的车辆 一到这种情况哈我们就是往右打死方向盘 挂道挡到挡往后退 此时哈我们的这一个推到咱们足够的距离以后 我们再往左打死方向盘 这样哈我们也是一把轻松就出来了 也不会刮蹭到车头车身 如果是右侧的话 大家用相反的方向来开车出口也是一样的 我扯哥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拜拜